早上, 每個人都在家清垃圾 我就找到這部舊電腦 已經是十二年前的電腦 主板壞了 接著就被我放在這裏 整部丟掉了, 就有點可惜 我就插了它的屏幕出來 做一個簡單的DIY 就我被我放在這裡 就把這個人圓結起來 我可以把日圓結起來 做到什麼 做到最後的媒體 做一個例子 從第一件這麼大 就想著我的同樣東西 好 Divien 還要建造就是 這個公団體 做兩個公団體 做一個公団体 做一個公団體 做一個公団體 Panel 拆了出來 接著我們去淘寶找筆記本螢幕DIY 改裝 就會有很多選擇給你選擇 我選擇了這間店 通常店主要你提供三張照片 分別是Panel 的接口 Panel 的標籤 以及Panel 的背面 它就會告訴你Panel 可不可以改裝 以及幫你選擇對的主板 等了幾天 這套改裝套件終於到手了 整份改裝套件最重要是這塊主板 我買這塊板上面有兩個Type C 的接口 一個用來供電 一個是給訊號 還有一個Mini HDMI 的接口 線路板上面還有其他接口 好像這個搏喇叭的位置 以及這條線用來搏Panel 最後還有這塊板仔 上面有一個Micro USB 3.5mm的耳東接口 以及一些按鍵 改裝套件還有一些膠紙 這些布的膠紙 用來貼實電線用的 而這一卷窄身的雙面膠紙 用來貼實Panel 跟了一袋螺絲給我 用來固定主板和安裝外殼 我買了有喇叭的版本 這一對小喇叭 還自帶雙面膠紙 用來貼實在殼上 插頭都做好了 插到主板就用得了 外殼就沒什麼特別了 是一個金屬外殼 鏈的部分會用來貼實Panel 所有接口和按鍵都在側邊 底的一部分 中間有四個大的螺絲洞 應該用來掛牆用 另外五條銅柱 就是用來固定兩塊線路板 現在放線路板進去試試看 原來線路板要反轉放 因為線路板要反轉放 好,我們安裝線路板前 就先把喇叭 兩塊線路板都安裝好了 現在安裝那對小喇叭 按照看,應該是安裝這兩個位置 放對位置 放對位置 排好一點線路板 現在安裝那對小喇叭 按照看,應該是安裝這兩個位置 然後用來的布膠紙 把電線貼緊 放對位置 按照看,應該是安裝 再次按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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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殼的部份 我們就完成了 現在開始要預備安裝Panel 首先用就晶清潔一下 因為是用雙面膠紙固定Panel 所以面殼都要清潔一下 清潔完就在Panel的四邊 貼上雙面膠紙 撕起雙面膠紙 再黏在殼上 定好位置沒有問題 就可以拔走所有雙面膠紙 反轉它 再輕輕壓緊Panel 面殼都搞定了 是時候放Panel這條線 都要用膠紙固定好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套套件 是有按鈕給我的 放好兩個按鈕 就可以上實螺絲收好殼 放好幾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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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所有螺絲 清潔多一次 在這個角度看 越看越似 我上次買的便攜式顯示器 最大的分別 就只是沒有了內置電池 這次的DIY 很簡單